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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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就要给大家讲解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三个基础以及四项原则的这本书的原文呢 因为我们学习 因为我们说 我们要说 学生 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学生 必须要和学者们学习 学者们的劝告是 我们作为学生 首先要从三个基础和四项原则开始学习为最佳 三个基础是什么呢 简要的说 他就是一个人在分康当中所受 拿问的 所受问的问题 每一个王人在分康当中 都要被问到这三个问题 要问 谁是你的主 什么是你的宗教 谁是你的先知使者 第四项 我们学习这本书 就是三个基础思想原则 这本书 有什么结果 有什么好处呢 一旦我们学习了这本书 然后我们遵行了 然后我们宣传了 然后我们坚忍了 我们忍耐着去学习了 去遵行了 去宣传了 如果我们在今世上这样做到了 那我们在分坑被问到的时候 就会成功 这是最好的结果 第五项就是我们要讲 这本书所包刊的内容 这本书包括了内容 讲了五个方面 关于四项原则 关于四项原则 有四个问题要解答 给大家解答 然后要解答 还有三个问题是 咱刚才讲到的三个基础以外的三个问题 要给大家解答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讨论的 我们要学习对于三个基础的解释 以及这本书最后的结果 有一个总结 再一次给大家讲一下 再一次给大家讲一下 解答四个问题 然后再解答三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讨论的 解释三个基础 以及最后的总结 这就是我们学习这本书前面的前沿所包含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讨论的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 讨论的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三个基础 简要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三个基础的内容 学习的好处和益处是什么 以及书中所包含的内容 其中包含五项内容 四个问题 以及三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学习 讨论的 解释三个基础 然后最后做一个总结 阿明 祈求阿拉赐予我们好的 每一个穆斯林好的结局 阿明 阿明